今天要介紹的這間店鋪可以說是澳門人或是有經歷的朋友都曾經聽過或是吃過的東西 沒錯 除了這間店鋪之外 燕場環境都可以說是似曾相識 都是在批白市場裏面的 除了說環境之外 食物質素依然保持得這麼正 還有很多新材色 今天試試看 一進到店鋪就看到澳門美術協會會長陸希先生的物寶 讓我欣賞一下 林子亞餐廳的招牌都是他親提的 立刻聞學氣息滿滿 在欣賞的同時 我們的大廚已經準備好好湯和冷盤給我們開下位了 讓我先吃這個冰鎮大絲鵪 你看看多大隻 老闆就說他們每天都可以去街市選最美最新鮮的海鮮回來做的 吃六口用四個字可以形容得完 就是爽亂肥美 如果不夠喉的話 還可以點點這個醬汁來吃 上面加了少許的芫荽 輕輕點一點 帶少許酸酸的味道 將絲餡的鮮味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吃完冷盤 不如喝下煲靚湯 潤一潤吧 今天老闆就煲了一個新鮮杏汁豬肺湯 讓我們享受一下 其實材料很基本 新鮮是街市買的豬肺 再加上白菜 再加少許的杏汁 老闆就說 杏汁都是他們自己磨出來的 其實開頭說下了杏汁 我也有點擔心 你知道杏汁的味道不是人人都對 但這個湯喝下去又不怕 清甜之餘帶少許的杏汁味道 杏汁就好像一個很好的調味料 完全幫了這個湯加分 好了 吃完冷盤 飲完湯 是時候吃主菜了 阿樽 飲完湯 而且就吃了絲蔭了 是 是時候要吃一些熱的食物 熱的食物又不可以這樣說 你看這個 有冰在上面 最多只可以說是冰火膠溶 OK 這個就叫冰鎮咕嚕肉 為什麼咕嚕肉要這樣出來呢 老闆就說 其實吃咕嚕肉 或是煮咕嚕肉 一定要用一些肥肉 如果你只是用一些全瘦肉的話 真的會硬柴柴柴 但現在的人說吃東西健康 這麼肥 怎麼吃下去呢 又或者真的很難入口 他用冰鎮下去 吃的時候就不會那麼肥 而且有一個冰火膠溶的感覺 是不是很好口感呢 很棒 吃完前菜後冷凍的東西 再來到冰火膠溶可以說是 把你帶入一個主菜的時間 而且剛才你所說的 真的油膩感沒有平時一盤放在桌面 這麼重的口味 因為平時有醬汁和炸完後 口感很肥很膩 但是這樣 冰鎮一下的話 醬汁不會裹在上面 很棒 不過建議大家怎樣上來的話就快點吃 不然就全部變成冰水了 這個也是要快點吃的 這個可以說是這裡的招牌菜式 就是翡翠釀肉脂 這個厲害了 只是擺盤都夠漂亮了 沒錯 如果就這樣拍照的話 別人以為你去五星級酒店吃東西 這個為什麼這麼特別呢 有很多人做這個肉脂 都會放很多食糕粉進去 但是這裡不用的 這裡就只放一些新鮮的豆奶 然後再用雞蛋 還有表面大家看到好像紫菜的 不是 它是菠菜來的 所以沒有了一個石糕粉在這裡 就更加多人喜歡 吃素的朋友都對的 當然如果你說蛋奶素都要沒有在這裡 那就可能要跟老闆聊一聊 怎樣去做 我自己覺得它比較適合酒盞 或者是多個選擇給大家 如果你12個人 你可以做12條 有時候很尷尬的 如果只有8條 一個叫做麗牌 兩碟又多了 這裏12個人都可以選擇12條 說回味道 表面炸完之後會比較脆身一點 而裡面的肉脂很嫩滑 表面那層 剛才你說的 像紫菜 味道真的好像紫菜 炸完之後很香口 雖然是菠菜 但對比起來菠菜更加健康 咬下去的口感 基本上不用用力 它外面脆脆的口感 用一點點就可以了 進去 雖然不要說是流心那麼誇張 但是你是滑到不得了的 一咬下去 哇 整條就這樣就被你的牙齒切開了 真棒 全部自家製的 包括這一個的肉脂也好 再加上上面的蛋花芡 放上去 加上中間的西蘭花 可以說是很健康的菜式 老人家小朋友都適合吃 說到這一個的話 老人家和小朋友都適合吃的 就是要推薦 這裡的糯米釀大雞翼 人們都會說 炸雞翼你給小朋友吃 又有骨 老人家又咬不到 這個糯米釀大雞翼 是沒有骨的 現場自家製的 全部自己做 不是滑貨的 哇 你磨很久 當然要欣賞 尤其是炸雞翼 一來 油溫要好好控制 炸到這麼金黃 油溫一過了就會變黑 所以就要看清楚 其實我覺得 這樣做法 可以把糯米飯的軟糯 那種裡面有少許的香味 炸一炸 加上雞翼裡面的油香 可以說是一絕來的 雞翼的油份 被糯米飯吸收 嗯 嘩 所以整個吃下去之後 是很過癮 很香口 嗯 還有你平時 炒糯米飯 或者煎糯米飯 是兩個感覺 很棒 喂 菜色不止這麼少 在這裡 在你吃東西的時候 我已經選了幾樣菜色 有些什麼呢 吃完雞翼 接著就嘗嘗一些更加香口的 辣酒裸肉 牛心定 老闆非常貼心 為了令食客 避免弄髒對手 他們將原隻新鮮的花裸 全部拆殼煮 非常花時間和功夫 你看 大廚把鍋拋呀拋 看到口水都流了 我就想吃牛心定多些 因為比較少見 而且裸肉和牛心定 兩者的口感比較相似 吃下去又比較爽口 而辣度對於我來說 就剛剛好 如果說有杯啤酒給我 就更加過癮了 接著還有這個 老陳皮卜仔焗魚腸 這個順德名菜 傳統的做法 是會先蒸後炸 而現代少少的 會用焗爐 這裡的做法 就是先蒸了一盆魚腸 之後攤凍它 散光水氣 再用油炸一炸 之後再用爐烤一炸 做到煎焗的效果 說了這麼久 不如馬上試試吧 這兩個菜式 就是老陳皮卜仔焗魚腸 和炒米 看起來好像很傳統 很家常的一些菜 但並不是到處都做得很特別 這裡就真的要推介給大家 你喜歡你放胡椒粉嗎 看情況 我建議你先試一口沒有加胡椒粉 好 然後再試一口加了胡椒粉 所以人們會說 一定要加胡椒粉 我自己也偏向吃胡椒粉 你自己先試一下 我就不攪你這個 陳皮的香味很出色 如果不加下去 我覺得是差一點的 一加完之後 整個感覺好像清新了 放一些陳皮的鮮味 香味提出 那種陳皮的味道 不怕是很滑的感覺 加上少許胡椒粉 整件事是不同的 等於牛扒 有些人說 這麼好的牛扒 都是這樣煎 這樣吃的不是的 加少許鹽 有些手勢 對 加上醬 整個感覺真的不同 再加上魚腸 外面焦焦焦的脆 咬下去 然後魚腸的味道 嫩滑 所以建議我自己覺得 吃的時候要加胡椒粉 完美這件事 好 另外一個 這個米粉叫做特色鹽水炒米 對 看起來好像普普通通 炒米有甚麼好介紹呢 首先講一些配料 有鯪魚肉片 有些蛋花 還有些豬肉 還有些蔥花 我問老闆 為何叫鹽水 是否用鹽水來炒 他說不是 其實本身的味道 鹹鹹的 用鹽水這個名字 去修飾一下 還有很多餐廳 尤其是吃宵夜 晚飯等 炒的時候 會加很多色素 例如醬油 老抽等等 甚至蠔油 令到整個人 吃到一頓飯後 真的會很苦 很辛苦 老闆就說 不如鹹鹹的 既然有一點點 就不要加那麼多色 反正已經有肉餅 蛋等等 夠了味道 不用加那麼多顏色 不如用鹽水吧 好像很聽 好像很厲害 顏色不是來自於老抽 或者星洲炒 是來自於黃色的元素 主要這裡的色彩 就是來自於配料 所以你看到其實也是色彩繽紛的 而且你要看看 無論是炒可粉 米粉 炒麵 也好 火候 除了十足之外 你要看看原料 買回來選擇貨的時候 真的要選擇得漂亮才行 否則炒出來 一坨東西 一樹一定 每一條都很分明 那你就知道 工價真的十足 你看 條條都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 有些不是 一抽一注 就整個麵餅抽了上來 真的不想吃 沒錯 而味道方面 我覺得 雖然簡單單 但挺正 可能去到尾段的話 我也很願意繼續吃下去 經常都說 吃大排檔等於不健康 其實你不懂選擇 這一餐都算健康 OK 而且我覺得很完美 很棒 約了朋友一起來 試試他 你買單就可以了